最近丁特去黃國昌的那個節目 講這個轉蛋法的事情 因為之前大家知道丁特臭幹遊戲舉止嘛 認為說騙人明明是怎樣的舉例 我怎麼臭都抽不到 你根本騙我這樣子 然後後來公平會也開罰遊戲舉止 但遊戲舉止也不爽啊 認為他們詆毀喪欲啊 對他提出民事求償 並且對他求償議員象徵性 結果丁特贏了 反而認為說你看丁特其實 也盡到所有合力的查證義務嘛 他不是有去試嗎 他不是花了很多錢嗎 也因為丁特炒起來這件事件 所以我們的轉蛋法 其實也算是通過 雖然我要跟大家講 他其實不算是一個法律 他位階沒有那麼高 他只是一個音記載的事項 但不論怎麼樣 這東西至少通過 我們也希望說在未來遊戲上 可以有更加公平的機制 你又不是每個人像丁特一樣 錢那麼多 砸下去來去Check 我不知道我們看起來在漢家是悲觀 或許要增加一個第三方驗證的機制 我也不知道 可能這樣才會比較公平一點